日元甜甜价跟台灣人非常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到日本去玩 因此甜甜价能不能換到當然就是息息相關 可是為什麼現在日股居然出現了史上第二大跌點 這還跟日元有關係呢 我們來看到了其實日元在過去這段時間 是不斷的都是貶值 所以日元相對是比較弱 但是在日本有一些企業 他們其實主要都是有一些海外的收入 海外收入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美元 所以他在海外賺的是美元 可是回到日本之後 他賺的就是這個會對的收益 因此在這個當中 他就可以賺到這些日本企業的盈餘提升 在他盈餘提升之後 進一步就會造成他們的日股大漲 所以就是這樣子一個因果關係 日元只要不好 日股就會大漲 因此在過去這段時間 日股的表現真的是非常好 偏偏在星期五這一天 確實開低走低 開盤就下跌了682點 而且一度最低來到了35880點 最後中場是暴跌了2216點 是他們史上第二大的跌點 甚至指數最後是灌破了36000點 所以好多人都問說日股為什麼會跌得這麼的慘呢 其實是因為日元要升值了 因此現在日本銀行已經宣布說他們要升息 所以現在美元對日元也跌到了將近四個月來的新低 那麼至於台灣人最關心的是甜甜價還有嗎 如果說你是在8月1號的時候 日元的現鈔呢 其實換的金額呢 最後是在0.2222 那麼如果對比近期的低點 7月11號的時候 當時的低點是來到了0.2047 所以這樣一算你就可以發現 真的沒有這麼的甜 尤其呢我們都說了 大家習慣用這個10萬台幣來換算嘛 如果同樣這樣的金額換算出來呢 其實晚20天就會少了7.88% 等於呢你去到日本之後 你是少吃了37克的日本燒肉 對台灣人來講當然是非常的嚴重 尤其台灣人很喜歡呢 買了這些日元的甜甜價之後呢 就會進一步來當作投資 所以日元跟台幣還有包含的美元 都是輕易法動全身 現在呢其實最新消息 還有包含美國聯準會說了 很有可能9月的時候會降息 因此現在有一些銀行 已經推出他們的高利美元列車 如果你想上車的話 趕快來看看 現在包含了凱基銀行也推出了 雖然這個利率非常高 可是呢時間相對是比較短一點 利率有10% 但是呢它的時間只有一個星期而已 其他包含像是新展銀行 合作金庫啊 渣打銀行跟台信銀行 分別呢他們的利率都有突破5% 甚至渣打跟台信他們的利率呢 是突破來到了6% 可是內率這麼的高 一定是有條件的吧 新展銀行他們的存款門檻呢 就是要來到了3萬美元 換算之後呢大概就是要100萬的台幣 而至於合作金庫呢 它的門檻是要101美元 但是裡面門檻最高 條件最好是渣打銀行 門檻呢要來到了12萬的美元 換算之後呢大約是400萬左右的台幣 所以這一些呢主要是針對 有資產的這些族群來進一步 希望有這樣子的方案提供給他 但如果你說自己是小資族的話 或許也有一些50美元的門檻 一個月呢 其實它的利率也有6% 或許大家可以積少成多 以上是這節最新